什么梦想啊 走路都被家里惯了 还打什么起来 这人总是三十岁了 人的正经不动都不好啊 感觉对人都挺好的 但是总受伤害 我姐基本每天都这样 吃完睡吃完起 这还懒咧 这些年 你的性格越变越古怪 差不多薄了 你摔的谁呢 我想跟你分手 你说你年纪轻轻的 不干点正事 将来咋整 为什么一直不出去找工作呀 不是 你擅长 你跟着你招着 你说你这些年 你为这家做啥工家 活活不干 你找工作工作不去 你想干啥呀 人活着嘛 总得拼死 不是吗 其实我站在拳台上 啥都没想 就小娘 你不想干啥 我想参加拳击比赛 要减肥 不是 我要参加拳击比赛 一 二 走 一 二 走 加油 走 你 加油 这条件能打拳吗 走 右 冲水 走 右 冲水 起来 跳 多种还有劲啊 一 二 接下来要上场的拳手 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正式比赛 让我们有请 顾乐莹 其实 我挺喜欢拳击的 两个人打成那样 最后还能抱在一起 因为女人想得到拥抱 只要对人好才行 快看拳 走 快看拳 所以现在 就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了 现在 看心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喜 到